HELLO 各位玩家 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週報 我是丹捲 我是好 嘿嘿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什麼 這個厲害啦 這個是各位少女們的福音啊 各位太太們 呃呃呃呃 各位太太們 啊這個李太太啊 沒錯沒錯 周太太們 好不好 趕快 一定要看一下這個 我們要講的這個消息 沒錯 就是我們的烈魚製作人 他要動畫畫的 而且是日文版 太厲害 這太紅了 他說應該也會出這個 應該也會有中文版的啦 應該是中文 因為遊戲本來就有中文配音版 但是他之前在日本其實也很紅 那這個要做成動畫 那當然就是找這個日本的 專家 專業的啦 專業的動畫公司 然後他們就找了這個MAPA這一間動畫公司 那其實他們之前也製作過非常非常多的 像狂獨之怨啊 像巴姆的滋怒 這些動畫都 評值也有保證啊 對 評值都很高 然後這個也都很好看的這個作品 不只這樣啦 那還有這個配音的陣容也公佈 有 很厲害 有的都是大咖 那我只講其中一個 其他的我也不太熟啊 就是有啦 平川大福就是他幫這個許諾配音 那其實像因為我以前有看啾啾 他是幫那個花經營點名配音的 喔 對 對 好了 還有我們的李總 李總一定要講一下 李宗才 他是我們大咖 三田之合配的 對對對 你可能不知道誰 沒關係是我們的阿銀 對 英文的阿銀啦 其實這些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大咖 很厲害 所以這遊戲真是賺錢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不只是這個動畫畫 其實他最近在台灣也是 哇 有個不得了的 對 這個是實體活動 跟真的現實的這個店家合作 他看了一個限定的冰店 然後他有那個四個主角的套餐冰 對 我看那個新聞的照片啊 他就是在店裡面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不同的角落 就是四個角落 然後貼了那個牆上 貼了很大張 應該是跟我們人一樣大的那個 因為他就是那個真人比例的力盤 然後大家去就可以跟老公拍照 貼在那個牆上這樣 感覺起來就是跟他一起吃冰 老公 欸 一起吃 欸 你剛剛不是講說你朋友嗎 不好意思 你剛剛不是說你朋友嗎 所以那個我要跟他講 華FB看到我朋友PO說 欸 那個冰店開了你知道嗎 知道啊 你知道我朋友 已經排到九月去了 你現在要預約已經有點晚了 太誇張了 這個好像才這個 應該是我們錄影前的 前幾天的消息而已 昨天消息剛出 然後今天我看到貼尾就說 欸 已經要排到九月去了 已經九月 內用啦 你可以去外帶 現在如果心動的太太們 趕快打電話 不然老公要被別人搶走了 快點 對 那其他玩家呢 也不要心急 我們趕快來看 我們為大家準備的精采節目內容 隨著這經典配樂的響起 想必熟悉權力遊戲的玩家們 都已經興奮不已了吧 這一款權力遊戲 《領動將至》 是以同名原作故事為背景 製作的戰爭策略遊戲 故事的開場是渡壓飛來 北京發出了請求 懇請各大領主增兵支援 共同抵抗異軌的入侵 玩家將扮演一方之霸 努力建設自己的領地 並在支援北京的同時 想辦法吞併別人領土的資源 除了戰爭謀略之外 遊戲也加入了新術試煉 玩家可以在PVE 關卡中 回顧影集的劇情 許多經典畫面也都將一一重現 喜愛權力遊戲的粉絲們 趕緊集結兵力 一起對抗異軌吧 GonzLogs Rogue Tactics 是一款橫向卷軸動作遊戲 玩家將扮演一名不怕死的傭兵 獨自一人帶著一把小刀跟一把短槍 前往一個又一個秘密基地 執行多項秘密任務 在入侵基地的路上 將有無數的巡邏士兵看守 玩家可以選擇慢慢潛伏靠近 使用手中的小刀將它們一一扳倒 或是利用場地道具 像是點燃炸藥桶和割斷懸吊的重物 將敵人一次清理 當成功潛入之後 可別得意忘情的太早喔 一路上將有許多監視器一路緊盯著你 如果一不小心誤觸警鈴 那就要吃不完兜著走囉 RAMS 玩具製造商的豪宅 是一款風格獨特的解謎遊戲 遊戲中小女孩安妮 因為好奇的本能悟闖一間神秘的豪宅 接著這間房子就出現了詭異的扭曲 把女孩困在其中 在每個關卡中 玩家必須幫助小女孩找到離開房間的辦法 透過移動女孩所在的房間 製造合理的相連空間 接著再移動角色 前往離開的大門 隨著一步步的深入 遊戲還有神秘的電話 可以瞬間將女孩傳送到另外一個房間位置 試著把一切納入考慮 並用最少的步數幫助女孩逃脫吧 是一款畫風可愛的點出式冒險遊戲 故事的開頭是大地的母親突然失蹤 森林出現了異變 各式各樣的植物們都開始急躁了起來 而玩家將化身成一隻神奇的螢火蟲 試圖找到失蹤的大地母親 並拯救這一片失控的森林 一路上玩家將會與許多神奇的植物相遇 像是個性多變的蘭花姐妹 或是脾氣暴躁的蘑菇勇士 他們將對你提出一系列的考驗 只有完成這些考驗 你才能夠得到更多大地母親的消息 因此還請聰明的你努力在這飽滿的畫面中 找出更多的線索拯救森林吧 Final Fantasy 的歷代主角 這次又要來到卡牌遊戲中奇距一堂囉 Final Fantasy Digital Card Game 是集合了FF歷代角色的回合制卡牌遊戲 玩家可以使用CP、召喚克勞德、優娜等知名角色 讓他們為你而戰 遊戲除了有簡單的前後牌概念 和各式各樣的卡牌特效之外 還有著召喚獸和救急召喚獸的存在 玩家可以使用宛如魔法卡的召喚獸來牽制對手 而每隻救急召喚獸更擁有三招足以扭轉戰局的強大技能 雖然棋盤只有六個大小 但想要獲勝可沒那麼容易喔 由 Ubisoft 的線上遊戲 城堡搶翻天 The Mighty Quest for Epic Loot 所要改編的同名手機遊戲 是一款動作冒險 RPG 遊戲操作只要利用一根手指來滑動與點擊 就可以讓角色移動和攻擊 在搭配多樣性的技能 面對大量敵人時 擱起草來可以說是相當爽快 作為一個 RPG 遊戲 刷副本打裝備當然是不會少的啦 在遊戲裡打到的裝備 也可以進行強化與升級 一步一腳鷹的體驗從 Zero to Hero 的成長過程 最後帶上自己喜歡的天賦和技能 穿上你最強的裝備 一起進入地下城快樂的打寶吧 Fuze 是一款佔領地盤玩法的對戰遊戲 玩家要互相比拼看誰在用盡手上資源後 能夠獲得最多的分數 只要將卡片放在有分數的地盤上 就能夠取得該地盤的分數 在擺放時還可以決定卡片攻擊的方向 攻擊敵方卡片可以讓它損失一格血量 並返回敵人手上 但如果選擇攻擊的方向是我方地盤 則地盤的分數會加1 要注意的是每個卡片只能攻擊一次 如果想要再次使用相同卡片攻擊的話 可以使用返回技能 讓卡片返回到手中 或是再出一張卡片去攻擊 這樣就可以讓被攻擊的卡片回到手上 並在下一回合時使用 只要雙方的手上沒有卡片可以用 或是所有地盤都被佔領時 遊戲就算結束 而分數較高的一方就是最後的贏家囉 元素地牢是一款橫板動作冒險遊戲 玩家將在隨機生成的無盡地牢中不斷冒險 透過擊敗怪物來取得新的魔力元素 藉此習得全新法術 在戰鬥中玩家可以裝備三種不同的元素 透過點選即可輕鬆融合不同的元素 施展全新的魔法 像是水加土能夠噴出泥流 或是使用冰加雷來個冰封混雷雨之術 玩家必須靈活運用 才能夠順利擊敗一個又一個棘手的敵人 另外因為遊戲中的場景互動做得非常擬真 所以如果在水域附近使用冰凍法術 就會讓地板結冰 如果在草叢放火 那可千萬要注意方向 不然就要火燒屁股啦 自由組裝鋼彈模型的動作遊戲 鋼彈創壞者也在手機上推出囉 這款由Bandai Namco 推出的 《GUNDAM BREAKER 鋼彈創壞者 MOBO》 可以讓玩家們自由搭配不同機體的部位以及武器 藉此打造出玩家們心目中的夢幻機體 遊戲剛推出就有近百台的機體 除了帥氣的外觀之外 每個零件還擁有各種不同的能力、磁彙以及零件特性 想要打造出強力機體 勢必要先好好了解每一個的特性喔 遊戲的操作針對手機大幅簡化 只要單手就能夠輕鬆使用各種帥氣的戰鬥動作 讓你輕鬆使出各種帥氣的EX SKILL 覺得自己的機體帥到不行嗎 那就幫他拍張照分享給大家瞧瞧吧